江湘建国陆与自强路口在日前发生了一起车辆追撞事故 肇事的灵性女子就驾开车 出事之后竟然让副驾驶座的灵性男友来顶替 不过调约路口监视器后当场被远警抓包 最后灵性女子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而灵男则是因涉嫌顶替 藏匿人犯以及湮灭证据等罪嫌遭到逮捕 黑色轿车路口刹不住追撞前方白色轿车 远警到场男子一身酒气跳出来表示车子是自己开的 你有喝酒吗 有 喝什么 喝啤酒 手稍喝的 早上 花莲吉安乡建国陆自强路口 18号下午3点多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警方到场一名男子自称是肇事车驾驶 没想到远警调约路口接任器发现 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是男子的 灵性女友 现场一名灵性男子自称为肇事小客车驾驶 远警调约监视器发现驾驶时为一名灵性女子 经实施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 林男则涉嫌顶替 处理事故远警调查后确定驾车的就是男子的灵性女友 随机对灵性女子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值 警方除了将开车的灵性女子依公共危险罪逮捕之外 男友也因为涉嫌顶替依偿逆人犯及烟灭证据等罪进行逮捕 两人带回分局询问后 随即将两人移送法办 记者综合报道